9月7号在2019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专题研讨会上 发言嘉宾对中美建交40年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 共同探讨中美两国合作未来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百佳指出 在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时 中美双方需要保持冷静 尽可能避免紧张关系的升级 同时双方需要进一步增进交流建立互信 其实历史上中美经历过很多困难的时期 但是其实双方领导人都是有所保留的 都没有放弃这个是双方关系正常化的这样一种希望和信念 在某种意义上 中美两国是通过对抗和博弈增进相互了解的 如此才能够消除恐惧建立互信 第三点就是适合时代需要的良好的中美关系 需要智慧和创造性 需要有打破常规的勇气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就是一个最经典的案例 多位嘉宾在发言时表示 世界需要顺应潮流建立起新的国际秩序 中美两国关系也需要找到新的发展方向 中美交流基金会理事赵令欢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大国需要参与共同建立国际性秩序 在新的国际秩序的建立的过程中 那中国呢会在事件中通过摸索自己的道路 学会怎么逐渐的承担起作为一个世界大国 它的责任 而美国它呢也在学会如何和中国和其他国家 分享去保护世界和平 保证全球均衡发展的这么一个责任 所以中国有个越学越好越强的过程 美国有一个要认识到中国的发展是必然 然后接受这个现实 学会和中国分享这个全球责任这么一个过程 赵令欢说 中国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和良好的基础设施 将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我们的数字基础设施 我们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 我们的老百姓的消费观念 这个中国呢我觉得都走在了前面 而中国经验特别有价值 因为中国呢有14亿人口 有10亿多消费者 所以中国在这方面呢 已经建立了很好的基础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感谢